欢迎来到机智AI喵星人频道 想知道如何快速创作出令人赞叹的口播影片吗? 如何制作高品质象征数字人的影片呢? 足不出户在家已能使用 你知道这段开场白是怎样制作的吗? 开始之前,请订阅机智AI喵星人频道 点赞及分享给朋友 这位AI喵带来更大的鼓励和动力 为你们制作更多丰富资讯的影片 用户只需打开HeyGen网站提供内容 AI影片产生器将自动转化用户提供的内容 无需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等成本 三步就完成数字人报导的口述视频 声音口型动作都自然流畅 同时HeyGen的功能强大 除了可以生成高品质的讲解视频 还提供了多种高级功能 使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去选择各种预设数字人 300种声音加40过语言 它的功能更差见到其他创作平台上 超过300多个预设范本或相片 强大功能还有生成数字人服装 自定数字人 一键翻译13种语言对口型的口迫视频 这些功能为用户带来省时 由个性化的影片制作服务 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今次AI描绘一步步示范如何使用HeyGen的功能 来制作今次影片的开场白 步骤一创建账户 首先打开HeyGen的网站 请到影片描述栏中找到网站连结 打开网站后点Try HeyGen for Free 点击左上方Sign In 使用电邮简单登录后 进入到制作页面 步骤2设定头像 如果你想要自制一个数字人 你可以上传自己的照片 或者用文字生图工具去制作 请点选右上方资讯卡 观看这个免费生图工具的使用 头像生成后再导入HeyGen制作 功能1 自制头像 点击旁边Avatar 选择Talking Photo 点击Upload标记 然后选择你要上传的照片 上传好了 如果你想编辑上传的头像 头像右上角三点的位置点击 Adit Avatar 编辑页面内可以修改名称 一键高清画质 一键去除背景 更改预览框形状 转化于英语言 还可以先试听所有声音 点击右上方的Save as New 保存完成 建议把原图删除 另外 下面有10个预设的说话头像可以使用 然后回到影片编辑器继续制作 功能2 生成头像 上方的Genre A Talking Photo 或右方Genre A探钮 是内建生成头像功能 点击后 弹出一个头像生成对话窗 你可以使用它提供的快捷选项 或根据自己的需求去编写你的提示词 勾选你要的头像 点选Save保存到Talking Photo里 功能3 数字主播 这里有117个预设的数字主播供你选择 你还能够在数字主播模型上换你想要的脸 每个数字人各有身体动作 发型 以及各自身穿不同服装 你可以选择任何一个 套上自己或者AI生成的面孔 去制作你独一无二的数字人口播视频 全部都可以随意使用 现在示范制作 选出一个女主播Vera in Suit 可以预览她的讲话影片 点选Edit Avatar 编辑页面内可以选择个人画设定 可以修改名称 有半身、大头像或圆框选择 更加可以更改或生成服装 还有画面功能 转换语音语言 还可以先试听所有声音 功能4生成服装 现在我们试试生成服装 HeyGen加入这个神奇的功能 现在能够使用提示词 生成上衣为主播换上 这个功能非常棒 我们将尝试制作一件服装 点选Generate 在服装对话窗输入想要生成的服装 等待它生成中 它会生成几个选项给你选择 点选其中一个 生成时间大约30到60秒 生成了4个服装选择 你可以勾选喜欢的并点选Save保存起来 功能5一键换脸 在Face Swap的选项中 你可以选择用预设的头像 或是上在你想要的头像 你自己的脸也是可以的 必须是正面照片 点选Reset就能重设设定 点击右上方的Save as New 保存完成 你的主播就存在My Avatar下的Avatar Pro里了 如果你觉得选择太多 想直接生成的话 在My Avatar下的Avatar Pro 右方的Create AI Outfit Avatar 开启一个服装对话窗 这里直接选择一个主播 下方选择预设选项 用或输入提示词 它就会开始操作 输出了多个服装选项 选择其中一个 大约30秒后就生成了 但是有些服装它是不能创造 例如你的服装是全身的 它会说不能生成的 这个情况下 你可以用文字生涂工具去制作 请点选右上方资讯卡 观看这个免费工具的使用 再导入到黑站制作 现在它生成了四个选项 如果不满意这些结果 你可以按刷新按钮 再次生成 现在单击保存 将其保存到头像库中 步骤三创建影片 点击左边的Template 这里有很多预设的影片范本 选择一个范本 再修改文字 就可以完成一个影片 若然需要自行设计的话 可以点击右上方的Create Video 选择横屏或竖屏 现在点选横屏来制作视频 进入编辑页面 左边的Template 还是可以使用影片范本 这里我们先选一个范本 可以根据分类去选择 这里有广告 电商 新闻 教学 社交媒体等 点选一张适合的范本 点选后它会添加到设计版面 然后选择我们的主播 点击旁边的Avatar选择一个虚拟主播 调整一下图片大小 换位之后 在下方输入文案 点击旁边的语音选择更改语言 你随时都能更改和视听语音 最后选择一个喜欢的语音 点选Play Scripts就可听到这个旁白 读出你的文案 这时提示主播影片 要在按提交后才会生成 这里还内建了文字翻译 和Chat GPT功能 点击翻译功能 提供多种语言 助你及时翻译文案 点击这个Chat GPT 帮助你修改文案 预设选项供你选择 例如更短更长或更专业等等 也可以输入指示 让Chat GPT编写或翻译成中文 满意更改的话 点击Apply Close 我们再把文字更改为 与视频主题相关的文案 调整一下文字大小 文字字体 和增加动画效果 想调整一下主播的样式 在画面中 点选主播后 上列显示出各项调整功能 调整显示模式 如果你想把主播一键换脸 点选上方换脸的选项 你不用回到主页去制作 非常方便 或是上在你想要的头像 你自己的脸也是可以的 这必须是正面照片 确定更改完毕后 现在预览影片 还会看到虚拟主播说话的 必须要点击右上方的 Submit提交 免费账号会有一分钟的适用 现在提交的影片是14秒 以30秒单位计算 余下还有30秒的影片制作可用 确定后点击Submit提交 现在只需要等待影片生成就可以了 这样就完成了 点选你的影片 点选影片预览 你的虚拟主播就把文章和口型对上了 点击右边的Download the original video 影片就下载起来了 你的口播影片就完成了 功能6意见对口翻译 看看H&M的示范影片 这个能够对口型自动翻译的功能 它不但能够复制你的声音 更能把你的音频中音 又能音译中 还把头像说话时的嘴型 匹配成那个语言 这个技术实在太炸裂了 只要上载30秒的人物视频 H&M能够完美地将你的声线复刻 并逼真的把说话时的嘴型 匹配成那个语言 肢体动作都非常真实 操作简单到震惊 用5秒教你怎么做到 点击左下方的Labs 点击Video Translate 拖拉你的视频镜框内 影片长度限于30秒至5分钟之间 下面选择你要翻译的语言 目前有13种语言选择 选定语言Member人后 点击Submit 它会提示你需要消耗半个Credit 再次点击Submit 这个AI技术实在太惊人 太多人想使用这么强劲的功能 付费用户就能不用等待影片生成了 感谢你收看机智AI喵新人的教学视频 请继续支持喵的频道留言点赞 打开小铃铛订阅我们 我们会不时更新AI教学资讯给大家